我们今天谈一谈云门公案18 云门公案18 问这个也是有门生 在问这个云门大师 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如何得出家 这个问题是 有些门生可能还是俗家弟子 很向往出家人的生活 很向往 可是我们佛门一向有规矩 你要出家一定要父母亲同意 尤其在古代未成年之前 当然要父母亲同意 现在的话 有些佛事有些不同的改变 总之 都是你要出家 要跟家人沟通一下 不能说走就走 古代佛门有这个规矩 为什么 因为出家就代表你无法照顾家庭 其实我们佛法 从释迦牧尼开始 他就是主张生活禅的 他反对我们为了修行 抛家弃子 实际上佛陀一开始就是很反对的 所以他才主张这个生活禅 那么你真的要抛家弃子 你要跟家里头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这个比较好 尤其未成年的这些年轻朋友 你绝对不能够把家庭抛下就跑来出家了 佛门也不同意 那你纵然成年以后 佛门也是希望你 尤其你有嫁娶了以后 也希望你跟另一半讨论好再说 这个你再好的人才 佛门有时候也不敢违反这个规矩来收 这会造成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 所以请这个鱼门大师就是跟他讲 你这个还是要 你看你不到20岁 一定要爸爸妈妈同意 纵然20岁以上 这个也是要跟家人沟通一下 不能说跑就跑 这是我们的规矩 这个 那他说怎么办 我爸爸妈妈就不同意 这个鱼门大师只回答一个字 叫做浅 这个鱼门大师回答有时候很简单 这个浅 这个字的解释就很多了 我们可以解释就是 那你出家的缘分还不够 这叫做浅 出家的缘分还不够 这个叫浅 也就是说 你可以 其实出家有时候真的是蛮快乐的 因为你可能家庭里头 你还要负担这个生活费 还要上班 上班困扰很多人 很多人都想 工作三五年 超高速自负 然后就挥别职场 但是这种几率 成功率很低 所以我们有一些年轻朋友 在基督教那边也是 有些人就想投入 年轻就去考神学院 然后一路攻到神学 硕士或是博士 然后就派往教会 一辈子就不用到企业界 或是公职考试 不用接受职场 辛苦的洗礼 他可以整天专注的 做这个修行的研究 而且还不用上下班 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其实佛门这边 是告诉他 你缘分还不够 还不够 先等二十岁以后再说 好 再往下 静云 邪人不会 当然了 原本大师就说一个字浅 那怎么听得懂 师父又接着说深 不是一样没回答 深的意思就是 你的红尘的缘分 可能还蛮深的 可能不好修 其实自古以来 这些佛门大师 第一次跟弟子见面的时候 就会评估 你修上来的几率有多高 都会评估一下 他在修弟子 可是佛门都是 广开方便法门 你有心来参学 通常都不会拒绝 所以就是都收下来 不过到后面 相处过一阵子之后 像这个人 他就想要出家 那云门大师就不同意 那你要回去 得到爸爸妈妈的同意 可是爸爸妈妈就不同意 那云门大师就说 那你就不具备出家的缘分 这叫做浅 浅这个字他听不懂 那我再告诉你深 就是你俗缘还很深 有的父母亲很特别 这个孩子 我们过去读过很多公案 甚至六岁九岁 爸爸妈妈就同意他出家的 也是有 这大多数可能爸爸妈妈无法接受 所以这个时候要听爸爸妈妈的 这个要注意这个原则 那有的爸爸妈妈同意 那就代表你跟佛门的缘分很深 你可以很年轻就不用经过 这个也许古代是个科举考试 拼得偷破血流 要不然就是自己在打拼 赚钱 这都是很辛苦的 各位都知道 你不管是拼科举 还是打拼工作赚钱 你都要花很多的心思意念 在这些红尘的事上面 你要专注的修行 就比较难 所以很多人 一进佛门就知道 佛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本来成佛 一念成佛 那么他在修医的过程中 当然很不希望 很多的杂事来干扰他 所以说真的很多年轻朋友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当时大学毕业 我就想要去 我那时候不想考 政大的硕士班 我想去考神学院的硕士班 我也想要就顿入 这个传道人的这个行列 不过我们后来还是走入职场 其实职场就是道场 职场也是很好的训练的地方 磨掉你的心性的好地方 当然会辛苦的 我相信在职场上的人 很多人都很辛苦 看老板的脸色 看主管的脸色 看同事的脸色 实在很多人都想赶快退休 可是各位要记得英国法则 你缘分不够的时候 你就是要好好上班 你就是要照顾好家庭 这就是我们佛门 一开始就是讲生活禅 你必须在生活中 待业修行 你可能会觉得很烦 那就是深 你的红尘的缘分还很深 所以佛门这个空门 你暂时就很进不来 往下 公案说明 再往下 向往出家 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很多人 尤其很怕这个科举考试 很怕职场遇到 很凶恶的老板或是主管 这个也是他想到有时就很怕 就想要顿入空门 很多人会这么想往下 我们看 这个是涅槃经里头所写的 大涅槃经里头 居家破折犹如牢狱 一切烦恼由之而生 出家宽旷犹如虚空 一切善法因之增长 涅槃经里头 就是谈到出家很美好 你看 出家宽旷犹如虚空 一切善法因之增长 居家破折 犹如牢狱一切烦恼由之而生 涅槃经把居家讲得 也看起来很可怕 实际上很多的家庭 自古以来我们就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家里头除了经济生活 除了抚养的这些事情之外 其实家人有的时候 很多心灵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的观念差很大 比如说像政治 现在很多家人 政治的看法就不一样 为了政治的纠纷 留言给我的 也很多 我们天之辈也有家庭 有的属蓝 有的属绿 现在还有白 也有这种纠纷的 所以有时候家庭里头的纠纷 并不一定都是经济上的问题 或是抚养的问题 还有很多心灵层面的不自由 可是因为你身为一家人 法律上就把你们圈成一块 甚至于伦理道德上 也认为你们就是应该在一块 可是 他的政治颜色就跟我就不一样 如果家里头哪一个人比较强势 他就有可能逼其他的家人 政治的颜色要跟他一样 不过这不是活得很痛苦吗 还有宗教也不太一样 如果家人哪一个人比较强势 他就会去干扰你的宗教信仰 他认为应该怎么样才对 这个强势的未必是爸爸妈妈 有时候强势的是祖父祖母 有的时候强势的是孩子 你别管我的事 也就是说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的一个烦恼 你看第二行写一切烦恼 由之而生 有时候不是只有经济问题 和这个抚养的问题 很多心灵的意见就是不同 有的人就会抱怨对方 你都很少陪我 那对方就说我赔你很多啦 赔这个字就不得了了 有人说你不够关心我 他觉得我已经很关心你了 会不会发生这种事 还有职业 家人也会互相干扰 你怎么在这种行业就业 换一个换一个 所以家庭里头 有时候真的不是经济问题 这么简单 不是抚养问题这么简单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你爱不爱我 其实任何的家人 因为志趣不同 相处久了都会摩擦 你看政治原色不同 还有运动支持对象也不同 有人喜欢职棒 有人觉得棒球没有意思 最后大家都不在客厅看电视了 都回到自己房间看 一来一台 没有电视了就看手机 所以家庭里头的烦恼在于 你必须要尊重对方 如果你家人不尊重对方 用你在家庭里头 强势的影响力 逼着对方 在心灵的世界里头 对你降服 家人迟早要分崩离析 他有他的政治思想 他有他的宗教思想 他有他的运动的偏好 也许你喜欢超慢跑 可是有人就喜欢打太极拳 到底太极拳好 还是超慢跑比较好 不要吵架 各位 居家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欠缺包容性 有时候孩子开始长大 他比如说他比较喜欢读艺术 其实我知道很多父母就觉得 读艺术以后没办法生存 不准读艺术 不准读文学 其实父母亲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可是孩子很反抗 很小就想要我赶快长大 小时候吃饭 这个菜咪咪不喜欢吃 爸爸妈妈硬塞在嘴里头 就很想长大 就长大被另一半管 也有这种现象 总之 居家的生活 各位一定要有很大的包容性 从政治到信仰到运动到职场 大家观念差异很大 不要运用你的优势去压迫那个弱势的 这一家人迟早分崩离析 所以捏盘经讲得很有道理 犹如牢狱 对不对 居家破则犹如牢狱 这个就是大家观念都不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你必须要找一个 志同道合人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都不在家里 比如说政治 他就去找政治颜色 跟他在一起的社团 对不对 有些后援会 他就喜欢去 跟他政治光谱一样的后援会 大家就不会吵架了 那出家宽旷犹如虚空 因为大家会出家 一定都是志同道合 大家都想要在佛法上精进 所以基本上会出家在一起的人 彼此的同质性很高 我们简单讲就是志同道合 因为志同道合 因此相处起来 就很游如虚空 没有互相干扰的 实际上在道场 初期还是要经过磨合 纵然我们大方向一样 有时候对于其他的要求不太一样 有人觉得你的脚太臭了 洗一洗好不好 有人觉得没有啊 我怎么觉得不臭 有人觉得你的嘴臭 没有啊我都刷过牙 有人觉得你的打呼的声音太大 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细节都有 所以说呢 不过至少在出家 有个大方向 大家的念头 志趣是相投的 所以啊这个《涅槃经》这么写 也是有他的道理 其实居家家庭要 一家人要和好 要和平相处 一定你要暴容性很大 偏偏很多家庭成员 他不喜欢修行 他不喜欢修行 他就不会去要求自己蜕变 因为很多家族成员的男就男在这里 他到七老八十 他也不想改变他的想法 所以一家人就在那里风风雨雨 这个真正是一个居家的一个问题 所以人就会自动会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这就很自然的 好我们再往下 其实得到未必要出家 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 不是出家人 这个才能够得到 没有这种事的 得到未必要出家 我们有很多的具体的看法 往下 佛教的上座部 北道派就是认为 他就是认为不一定要出家的 这个在《弥兰王问经》里头 有提到的 所以说我们 透过这个云门公案 第十八个公案 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到 你出家的缘分还没有到的时候 你不要勉强 纵然你已经成年了 你还是要跟家人商量好 以免太伤家人的心 你就跑掉了 那么我们看佛教的上座部 北道派往下 再加重 也可以证阿罗汉 证阿罗汉之后 也不一定要出家 《弥兰王问经》里头 写得非常清楚 所以说我们今天 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也许出家人 比较容易修得比较好 可是在家居士 也一样有 正阿罗汉的权利 你一样可以把你的家庭照顾好 父母 妻子 儿女 一样照顾好 正阿罗汉之后 也不一定要出家 这个是 《弥兰王问经》里头 写得非常清楚 这就是佛教上座部 有些看法就是这样子 实际上这个看法是没有错的 你只要找到 正确的修行的方法 而且你不一定要出家 有道场 你经常来道场 参加共修 按照道场的指导意见 进行准确的修行 一样可以在今生达到阿罗汉 一样是可以的 这个真的是不一定要出家 所以不必执着这个点 再往下 我们再找第二个证据 六祖谈经副主品第十 副主品就是六祖慧能 即将要远及了 他要走了 他副主品 六祖慧能大师云 无趣七十年 就是我捏盘之后 七十年 有二菩萨从东方来 六祖慧能在预测他 死亡以后的历史 有二菩萨从东方来 往下 一个出家 一个在家 你看他讲得多清楚 同时心化 建立无中 地基 迦然 苍隆 法士 这个 一个出家 一个在家 同时心化 建立无中 他有没有提到 只有出家人才能建立无中 没有 在家居士一样可以 所以整个基督教世界 基督教就是完全没有出家制度的 天主教还有 那基督教 难道他 这个就无法培养出人才来吗 一样是可以的 在家也可以 同时心化建立无中 地基 迦然 苍隆 法士 各位 他还可以当法士 也就是说 在达摩祖师 从印度 把佛法带到中土的时候 他就有提到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也就是说 传到 第六代的时候 就一波就不要再传了 为什么一波就不要再传 因为经过五代的努力 禅宗心法 应该已经广传了 也就是说 广大的民众当中 一定有修为很高的人 你别看 他是在家居士 他一样修为很高 可能是千宗选一 甚至于是万宗选一的人才 因为经过五代祖师也的努力 佛法已经广传了 而且如果说 只能够出家人来昌隆法事的话 那不得了 那大家都出家去了 那国家经济怎么办 国家治理不能没有人才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缘分出家 所以这个法事 你看从慧能大事以后就打开了 一个出家一个在家 同时心化 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同时心化 大家读这些经典 就建立一个更准确的观念 也就是说 你必须更加的谦虚 善待你周围的每一个人 也许他就是 佛门里头的 这个隐藏的大菩萨 不要小看 你周围的师兄弟姐妹 在家人 一样可以同时心化 建立无中 好 我们再往下 这个二菩萨 后来就有些学者开始在研究 他说的二菩萨 一个在家 一个出家 这到底是谁 我们往下就有这些说法就出来了 有人认为 是马祖道医 出家 那么对应的就应该是 居士 庞运 有人认为不对 应该不是马祖道医和庞运 应该是黄埔 西运和培修 他们去计算那个生竹年 算一算应该是黄埔 西运和培修 但是古代的生竹年 尤其生日很难找到准确 有时候你问庞运 你什么时候生的 也不知道因为他妈妈也没有记录 我妈妈就记得好像那一天生一个小孩 到底哪一天 搞不清楚谁变啊 古代真的是很多这种 或者是有 或者是有因为没有精准的记录 古代的记录很差 甚至于纸张都没有很广传 所以有人是用年代去找出来 应该是黄埔 西运和培修 那有人认为是马祖道医和庞运 其实在我们来看 应该也不止这两个 因为既然法事已经可以传给在家居士 他讲的就是应该是第三行说的 就是僧人和居士皆可为法事 也就是不限于马祖道医和庞运 也不限于黄埔西运和培修 既然佛法已经在第五代宗师就广传了 到我们现在当然更加的广传 也就是说民间当中 可以为法事的菩萨居士 大有人在 所以根本不需要说就是拿两个 这个第三个看法 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也比较可信 但是说第一个的也没错 因为马祖道医庞运实在太杰出了 黄埔西运和培修也是太杰出了 两位出家高手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谈一谈居士 像培修大家都知道他的儿子裴文德 法海禅师 这一家人都是修行的 都是高手 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庞运 好 往下 我们专门谈这个庞运居士 也建立我们 天地之洲全体修行者的自信心 居士一样可以修得非常的好 尤其六祖惠能大师 那个时代就已经不再传一波了 只复法不传一波 也就是说他可以交给很多人 一波只有一组 会抢 刚刚这边所写的740到808 我看了好多版本 前面740这边有很多都是问号 那有人大方的把它写上去 那我是引用740到808 好 这个大家参考 往下 这个我们读过很多类似的禅宗大师都是这样子的 他从儒家就转过来 要求真见性 就是要见佛性 跟他的真儒法界会合 想要修行禅法 好 再往下 他曾以修家弟子身份 先后参访著名的禅师 石头西迁 马祖道义 这两个他都参访过 其实还不止这两个 他参访过很多 还有耀山 耀山大师 耀山维言 好 我们再往下 他在西迁的门下有误解 在马祖的门下终于顿悟 再往下 在睡在马祖门下学习两年有余 住有旁居士语录 这个人物很厉害 我们往下看 你会越看越到他越厉害 好 任言经中通云 任言经中通云 这是解任言经的一部书 叫中通云 好 往下 东土居士当以旁翁为罪 各位他第一名 任言经中通里头 大家看一次上一页 任言经中通写的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再往下 东土居士当以旁翁为罪 所以旁运是第一名的大居士 夫妇子女 巨灯无上绝 把无上绝画起来 哇 这个经典对他们 这一家人的描述实在太尊敬了 我们顶多都讲 我们听着之后常常讲的就是正阿罗汉 顶多就讲正道 他说旁翁一家四口夫妇子女 巨灯无上绝 他直接成佛了 这个厉害 这一家人太厉害了 巨灯无上绝 我相信 这个任言经中通里头 不会乱写 他们一定有所发现 如果我来赞叹 我顶多说 巨灯阿罗汉 或是巨灯正道 他直接写 巨灯无上绝 其实对很多的出家大师 我们也不敢 直接说他灯无上绝 可是他直接写 旁翁一家四人 直接成佛 不止小龙女顿悟成佛 旁翁一家四口人 都顿悟成佛 这么厉害 而且他还不是出家人 是居士 好 再往下 即唯摩金利厚生 广眼不恶法门 亦无于远过 各位来看 唯摩杰基士 这个是跟佛陀 同时代的另外一个成佛的人 他叫做金利如来 把金利这两个字画起来 唯摩杰基士 据说他就是金利如来 在人间的显化 当时啊 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很好命啊 有释迦摩尼佛 有金利如来 同时转法轮 一个在家 一个出家 这个他这里记载 纵然是维摩杰啊 的后生 就是现在再来 广眼不恶法门 也无于远过 也不会比庞运 强到哪里去啦 各位你看 那个维摩杰 居士金利如来 他来广眼不恶法门 也无于远过 也不会比庞运 更厉害 庞运当时真的 非常的杰出 很多人 包含出家人 都来跟他请议 所以有人就说 他应该就是 维摩杰居士的再来人 而且他自己也很 推崇 敬养 这个维摩杰居士 所以在家 一样可以成佛 而且这边写得很清楚 纵然维摩杰居士 你再来 演讲不恶法门 后生门再来 也未必超得过庞运 你看他对庞运的形容 有多么的推崇 各位他只是一个 在家居士 再往下 愿为居士 他是拜访 石头西迁的时候 石头西迁 也有想要度他 出家的义士 我们看他怎么回答 往下 庞运 苏来 静暮 为摩杰居士 石头西迁 问他 如意 批之 出家 扶树 在家 也就是说 你要出家 还是在家 各位往下 彭印 打约 愿从 所目 就是他是 很静养 仰慕 为摩杰居士 睡不出家 终身 为居士 石头西迁 也是想把他 度化 哎呀 你这个 哎呀 你这个人才 真的是 哎呀 他很欣赏 但是他就 不要出家 他要效法 为摩杰居士 当然 佛门大师 不会强人所难 任何一个 佛门大师 都很珍惜 人才 很珍惜 我相信石头西迁 看到彭印 一定赞叹 万中选一的高手 不出家 可惜 可是他就不出家 石头西迁 也不勉强他 就终身为居士 好 再往下 他又去 这个 拜访 这个 马祖道义的时候 他描述 他的家庭生活 其实 很多的出家人 在大堂的时候 都很好奇 彭印 你为什么不肯出家 你那么杰出 好 再往下 他的家庭生活 彭印参访 马祖道义师 我把内容都简化了 马祖道义啊 一定也跟石头西迁 一样 有跟他谈过 你啊 这么大的材料啊 不出家 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哎 你这样子家里头 会不会干扰你的修行啊 你看他 陈座 记 回答 马祖道义 陈座 记 说 好 往下 有男不婚 有女不嫁 大家团轮头 共说 无声话 他跟马祖道义 回答 他的家庭生活 就是这样 他家的儿子啊 都不想结婚 他家的女儿 都不想出嫁 大家团轮头 我们大家生活在一块 共说无声话 只想谈 佛法 而且不但是一般的佛学 是无声话 无声讲的就是佛性 很深奥的 他们一家四口人在一起 谈的 都是明心见性的话 不是被一些佛言佛语而已 是共说无声话 都已经对准佛性 对准 真如法界的一些对话 不过看到这个地方啊 大家未必要学这个 他的儿子都不结婚 他女儿都不嫁 因为庞育女自己也起屈生子嘛 对不对 所以起屈生子 其实也不妨碍 你的证悟 只是你要娶对人 你要嫁对人 否则他就会一直干扰你的身心灵 让你短暂的人生当中 无法证阿罗汉 不过他是描述啊 因为两个大师嘛 一个吃头西签 邀请他出家 那他说他要当局势 他要效法为魔觉局势 马祖道医又问他这个问题 你在家里头 你不怕妨碍你的修为的精进程度嘛 他是不会 我家的儿子啊 不想结婚 我家的女儿啊 不想出嫁 我老婆啊 其实他老婆 可能修为比他们都高 那他那个老婆才厉害 我们后面会提到 大家团轮头 共说无声话 所以他们在一起团圆生活 团轮头就是团圆嘛 一家团圆嘛 共说无声话 刚刚也提醒他 他不是只讲一些空泛的佛学啊 他们一谈到很深的民心见性的话 他们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对话 没有一大堆居家生活的牢骚抱怨 马祖大师你不要担心 我们家人没有在那边发牢骚 闹群细了 哎呀 没有我们家庭不会这样子的 可是提到这个地方 也要跟大家说 该结婚就结婚 该嫁就嫁 有理想的对象就去 这个是旁运在回答 马祖道义的时候 他们家的状况 实际上旁运一定也是结婚嘛 才会生下两个孩子嘛 他自己也是有家庭生活 他也正无上绝 还不是正道 正无上绝 好 这是他的家庭生活 既然这样子就互相不妨碍嘛 所以我们就提到 你婚嫁都好 慎选对象 不要误了你的一生 好 再往下 我们来看一段 这个旁运居士非常受到敬重 很多僧人都跟他起义 很多大师都跟他评起评坐 不过他还是很尊敬三宝 僧人嘛 所以他都是指弟子之理 往下看 备受尽重 旁运辞别耀山为眼禅师 他到耀山为眼那边去请义学习 辞别的时候 各位来看这段话 把话起来 师命十个残客相送 点十个人送他下山 各位看他对旁运多么的尽重 我们去的话 他可能跟你说拜拜 开车慢一点 挺多是这样子 可是旁运去的时候 他派前十个残客相送 就你们十个 送 送下去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地位有多高 他地位高不是因为他权力高 名位高 而是他的修为高 他的修为让耀山为眼 都非常的尽重 这个人看起来就是 为末节居士 经历如来的化身 也不一定 所以耀山为眼非常的尊敬他 派十个残客送下去 好 再往下 当时正下着雪 旁居士指着雪说 好雪片片不落别家 他刚刚从耀山大师那里出门 一看出门 天下着大雪 山上 然后他就说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他一定心情很好 刚刚从耀山大师那边 切磋佛法 寝意佛法 下山 心里头一定当时是佛光普照 一定是法喜充满 总阵量很高 所以看到雪 就赞叹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 这落在耀山为眼的 他们的道场 这个雪好雪 你也懂得来欣赏 不落别处 其实这也是当时有感而发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对话而已 我们再往下看 结果有一位姓全的残客 这个全残客说 落在什么处 好雪片片 我们再看上一面 上一页 不落别处 然后往下 这个全残客又在刷嘴皮子 那落在什么处 旁锯是打他一掌 我们仔细推敲这个地方 这个全残客 他等于是在修寻团体中的一个 不上尽的人 这个可能加入耀山为眼的门下很多年了 大家在全心全力的切磋佛法 增加自己的体悟的时候 他心不晓得跑到哪边去了 其实修为高人 一眼就看穿 你的心根本不在道场 你的心 纵然在听演讲 听耀山为眼说话 你的心也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刚从道场都出来 我们充满了佛光 充满了法喜 你却一点都没有感受 还绕在什么处 其实这句话 你从文字去推论 也没什么错 可是重点是 旁锯是一眼就看穿了 你根本没有认真在学习 这里头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 有时候你在一个公司 公司设定了一个企业目标 有一些人 他就老是跟不上企业目标 看着老板气得要死 老是心不在焉 一个团体有时候都有一些目标 对不对 或者是他们正在想完成的事 他就像一个外人一样 这个全残客必然常常 在红尘和佛法当中 举其不定 也是很可怜 他走在红尘的岁月中 恋恋不舍 又在耀山大师的门下 也是恋恋不舍 所以他纵然跟着大家一同在耀山 大师门下 切磋佛法 整天要散会了 他没有那种佛光 普照的现象 没有法喜充满的现象 没有种正要 还在绕在什么处 耍嘴皮子而已 所以旁军事就打他一仗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团体也不希望这种 你对团体的总目标 公司的总目标 你都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们今年 我们公司的目标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董事长立下来的 下半年的企业的规范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吗 你怎么这个人老是 耍耍 所以这个旁军事打他一仗 好 再往下 全长客说 也不得初帅 这个人老是马上会辩论 你怎么可以动粗呢 骂这个旁军 你怎么可以动粗呢 搞不好还骂他几句 嘴巴怎么说出那么难听的话呢 你看看 他在佛法上面没有进步 导师责备他的时候叫得很大声 叫得很大声 你怎么可以动粗 你怎么可以骂我 全长客说 也不得初帅 你看旁军怎么对付他 好 往下 旁军事云 这么称残客 阎罗老子不会放过你 你不要以为你责被我动粗 或者是我骂你 你不要以为这么说 阎罗王子会放过你 我跟你讲 我放过你没有用 我今天不跟你讲 阎罗王也不会放过你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今天在耀山大师的道场 被我骂 被我打一巴掌 总比阎罗王不放过你还好 你今天 等于在道场里头 你就是不用心 我们不要讲说 阎罗王是来阴间大审判 我们不讲这个 至少他讲的就是一个轮回道 阎罗王这是管生死的 你没有跨越生死 所以你归阎罗王管 你不要以为你今天 用一些话术 让我不敢揍你 不敢骂你 你就混得过去吗 他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这么称残客 阎罗老子不会放过你了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程度 你是六道轮回中人 你今天被 被我摔巴掌 或是骂你 总比阎罗王不放过你好 我如果能够把你骂醒 把你打醒 当然古代的禅宗 各位都知道 这个还是有一些 棒喝教育的 还是有的 纵然很温和的门下 他也会有戒律师 也会该打也是会打 所以这么称残客 阎罗老子不会放过你 所以这一头可以看到 这个全残客 姓全的这位老兄 这个就是修为不到火候 但是辩论起来可能 积风锐利 不过他提醒他 你这种修为 在道场现在混了很久 你还是在六道轮回中 你没办法解脱 好 再往下 全残客又说了 那该怎么说比较好 我刚说落在何处 那该怎么说比较好 他又打他一掌 就继续耍嘴皮子 再往下 眼虽然见到 却如盲人 口虽然说话 却如同哑巴 眼虽然见到却如盲人 也就是说 你这个眼睛 在佛门这么久了 你还看不到佛法 你在佛门那么久了 你竟然看不到佛法 听不到佛法 跟盲人一样 各位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 就是他没有心 你们认为 他没有心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旁运居士很严谨 他虚伪很严谨 而且 他也很有 这个 劝勉人的道德勇气 也就是说 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虽然见到 却如盲人 口虽然说话 却如同哑巴 也就是说 你在佛门这么久了 你还看不到 佛法的药意在哪里 你根本没有入门 等于没有入门 你嘴巴说的话 虽然有说话 跟亚伯一样 你不如不要说 你说的话 根本就没有 佛法的味道 没有生命力 在那边待了那么久 你眼睛就看不到 精准的佛法在哪里 可能看了一大堆的佛典 也找不到重点 跟你讲 你也听不下去 嘴巴很会说 说的都像在背书一样 根本没有生命力 就提到他 你的问题在哪里 眼睛看佛法 却看不到重点 嘴巴谈佛法 谈不出生命力来 就表示这个人没有蛻变 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们讲 你在修行团体这么久了 你至少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救你自己 你定课稳定一点 你就做这件事 定课 也许你没有办法 两个小时 你至少一个小时 你要很稳定 这个小时 你要把 很多事情都放下 专注的这一个小时 我不相信 大家这么专注 做定课 会像这个全残课一样 眼睛都看不到正确的点 嘴巴说出来的话 都没有生命力 没有办法感动人 听了都让人家觉得想揍他 你们不晓得 有没有遇到这种人 听到他说佛法 就想揍他 我们再往下 四集 旁运要走了 旁运临终前 令林兆被热水 沐浴更衣 与床上端身迭坐 端身迭坐 林兆是他女儿 准备热水 他要沐浴更衣 与床上端身迭坐 他要走了 打坐 入定 而走 往下 对林兆说 幻化无实 谁如所缘 他临走前交代女儿 这个世界都是幻化的 它都不是真实的 谁缘就好了 不要强求 各位 世界上的一切 真的都是幻化的 它不是真的 如果你还看不透这一点 就蛮危险的 谁如所缘 所以谁缘就好 不要强求 不要强求 得到了也是空 好 往下 命林兆观看日中了没 他要正午时分 作画归天 若日正当中 即使回报 他自己选走的时间 他要日正当中而走 再往下 林兆回报 日正当中了 可是有日食 爸爸 想不到他走的那天 有日食 意象 然后再往下 庞基斯说 岂有这种事 我自己去看看 怎么会有这种事 往下 庞基斯起身观看时 发现被骗了 林兆急登上 附座 何早 作王 他女儿抢的 比他先走 这家人 活不活宝 庞基斯起身观看时 林兆急登上 附座 合掌 作王 他们已经把生死 都当成一种游戏了 死也不是真的死 他们在脱离肉身以后 继续相会 永远在一起 他们在玩一种 谁先走的游戏 骗我去看日食 登上我的座 先走了 伤脑筋 往下 庞运笑说 我女儿 居风 殉杰 还很高兴 其实你得到大师 就知道 在林界 永远在一起 根本没有离开 只是离开这个 世大的 肉身 我女居风 殉杰 一是 更延后 七日而化 只好延后 哎呀 你比我先走 哎呀 我还得帮你办了后事 真实的 完全做完 头七就 做完 至少还有邻居 要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也不能太超过 好 再往下 当时 太守 于公敌 十分 静慕旁运 常亲往餐业 你看连太守 都常常在起义 这个 庞韵很厉害 佛学 应该是佛法 得到大师 往下 于公 听说 庞居士将要化去 前来问及 庞居士 于公 谈笑良久 对公说 往下 但愿空诸所有 甚物 食诸所无 好住 世间皆如 云 响 他就跟他讲了 这个太守 因为太守 常常来请义 等于是他的弟子 他在走之前 又交代他 但愿空诸所有 圣物 食诸所无 好好的活下去 你是太守 世间皆如 影响 这个世界都是影子 和声音 影响 也都是幻化的 他用影 和响 响声 他讲但愿空诸所有 什么意思 你一定 要把心中的念头 归一放空 归一放下 所有的 你才能够接受到 真正的佛法 你心里头 如果还有一大堆的 成见 己见 来拜师 师父也没有办法 帮你 你一定要把你的空诸所有 你所认为的 是是非非 全部都给我空掉 你才有办法 食诸所无 食诸所无 也就是你没有的 我才能够给你 你今天 仿佛 大家喝一杯水 水里头 你这杯里头 还泡着咖啡 你不把它倒掉 你今天倒什么东西进去 味道都不对 对不对 里头有一杯咖啡 或者是只有 三分之一杯的咖啡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牛奶 那你倒什么进去 都一定会被 被污染到 那你心里头 你就不肯放下 你所有的 那这样子 师父怎么教你 他到临终前 都还跟这个太守讲 叫愚公敌 你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你很认真学佛法 可是你放不下 你既有的一些看法 所以师父跟你相处那么多年 他叫圣物食诸所有 也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到了 圣物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得到了 因为你没有空诸所有 你的咖啡 和你后面倒进去的 啤酒混在一堆了 啤酒也不是啤酒 咖啡也不是咖啡 或者是你在喝牛奶 你后面倒了 可乐进去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以为你真的 食诸所无人 不要以为你真的充实到了 你没有充实到 你被你前面的所有 污染到了 我们现在很多的修道人 问题都卡在这个地方 你旧的东西 你放不下来 你在职场 在人生历练的 那一大堆的知识学问 你一直参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 你听到的东西 你会用你既有的知识学问 或现在学的知识学问 一直把佛法做过滤 这句话对 那句话不对 这句话有道理 那句话只有三分之一有道理 你一直在做过滤 一直在做过滤 是不是啊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嘛 所以说圣物食诸所无 你圣物 你不要以为你已经 得到你没有的东西 你还没有得到 因为你没有放掉你的所有 你看旁运 在走之前在交代这个 愚公敌太守 这岂不是交代我们 残门所有的佛子吗 你要真的要在 禅法上面有大进步 请你放掉在社会上面 在人生历程当中 所学的那些知识经验 成败是非 你用那些东西来解释 你听得到的佛法 都给你解释解释 都歪掉了 我们曾经有一次演讲 也不是提到吗 犹太教的圣经学者 解古圣经的结果 认为耶稣是异端 要把他干掉 那都是解经的问题 怎么解的 为什么会解经 解得那么偏颇 因为你没有空诸所有 怎么空诸所有呢 你就一念到底 专心的把这个祷告 或念佛做好 自动就剩下那一念 你再来学习佛法 比较安全 否则你一定会像 这个愚公敌一样 师父说的这些 我就用我的知识经验 把他过滤一遍 经过我过滤之后 觉得OK的 OK了 OK了 你才接受 这叫圣物 十诸所无 你不要以为 你这样子是很正确的 误误误 不要这么做 你不要以为 你已经真的充实到了 好好活下去 记得师父交代你 世间皆如影响 都只是影像声音而已 声音过了就没了 影像也是转眼成空 各位 他前面讲的这几个字 真的是经典 空诸所有 才能够十诸所无 咖啡 混 豆浆 你到底在喝什么东西 或者是 前面吃的是米粉羹 也没有倒掉 后面又加进去雪碧 你到底在吃什么 所以各位修行者 一定要设法空诸所有 尤其你在佛典中的阅历 也还好 最怕就是你用江湖上面的经验 社会的经验 套进去 庞运在说什么的时候 愚公敌定就在旁边过滤 我认为这样 然后庞运又在指导他什么 又在想 可是这样 可是那样 就把庞运的指导 七折八扣 虽然他很尊敬庞运 庞运临死前还是要交代他 你这个一定要注意 空诸所有 而且提醒他世界上的所有 因为他是官场上 都是影像 声音 一下子就没了 好 再往下 做完 枕于公膝而化 这个庞运是在 就睡在太守的膝上 就走了 异乡满事 师父你怎么死在我的膝盖上 我今天是在看望你的 你竟然死在我膝盖上 没想到他的膝盖有练过功夫 好 这个你看 这种得到高人的死法都很特别了 他的女儿是趁他出去看日食的时候 抢着坐他的座位 立刻坐王 他自己呢 愚痴的人不告而别 你们两个先走了 再往下 极子正在跟田 庞伯就跟他说 你老爸和你老姐走了 往下 极子按除校约 这个是这个念撒 这个字念撒 他这个 我们这次读旁运的 他用了很多的古字 撒 撒 一以除利而化 这是一种惊讶 他讲完他就 一直出头就走了 你看他们一家人是不是很特别 再往下 旁婆曰 你更愚痴 我还得帮你烧 为旗子焚化完毕 他的儿女都抢着先走 爸爸和姐姐都走了 不行 我再晚一点的话 妈妈也走了 赶快在田地间 握着出头就走了 为旗子焚化完毕 再往下 旁婆将儿子火化后 说了一记 这很重要的一句话 往下 若握立化 未为齐 你看他女儿是坐着 他的先生 是握在鱼弓笛的膝盖上 他的儿子是站着 以锄头而化 他说真的不奇怪了 不急旁婆 杀手归 他又来一套 你看旁婆怎么死 双手拨开无缝石 哇 好厉害 那个大石头 把他拨开来 直接跳进去死 这个就学寒山石德 听说寒山石德 就是双手拨开无缝石 跳进去 就死了 而且最主要石头 就立刻合起来 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到底到哪里去了 不留踪跡与人之 这旁婆的离开世界的方法 更加的特别 各位看这一家人特不特别 好 再往下 而不知所终 拨开无缝石 这个大石头没有缝隙的 硬把它拨开来 然后跳进去 石头又合起来 到底他是不是在里头 你不知道 人到哪里去了 这个死法更干净 也不用后人帮他烧 因为没人帮他烧了 都死了嘛 他三个人都抢着走 而不知所终 再往下 旁一家四口 谈笑之间出路生死 或坐或站或卧 再往下 展现一家人的修为 皆已经登峰造极 故能自己决定死期 还有决定死的方法 他早就跨越生死 严 罗 老子 管不到他们一家人 要走我就走 我要留我就留 实际上 他们这种得到高人 他走与不走 会评估下一段 人生岁月的需求 我们过去跟大家谈到 也许在法界中的某个国度 需要他 他这个时候就走了 也许法界那个国度 需要他的时候 是在三天后 那他就三天后走 懂之这种人 来去自己决定 各位 有不厉害 这都是在家居士 所以在家居士 一样可以修到这种 连佛门大师都很尊敬 还派十个残客送他下山 各位天子辈 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办得到 在假以时日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天子辈 都可以像旁运一家人一样 修为很绝点 好 我们再往下 旁运的家计 往下 世间最上事 唯有修道强 若物无生理 三界至消亡 再往下 运空妙得现 无念是清凉 此即迷陀土 何处逆西方 这庞运基士留下来的作品 好 往上看 世间最上事 唯有修道强 在他来看 最重要的是 世界上最重要的是 唯有修道强 各位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旁运居士所说的 若物无生理 三界至消亡 各位我们会被三界 烦恼所威逼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大测大悟 你真的大测大悟以后 三界就够不成你的障碍和麻烦 你人生为什么叠叠壮 起起伏伏 辛辛苦苦 因为你没有悟透无生理 无生就是指佛性 因为你没有动用你的佛性 你的生活才会 辛辛苦苦 起起伏伏 叠叠壮 你没有真的在用你的佛性 如果你真的在用佛性的话 三界至消亡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三界的这些不利的影响力 对你来讲就会不见了 也许你没有办法改变世界 至少他消亡 他不会再 他干扰你的地方 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我们不敢说 红尘三界对我们完全没有干扰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共业的一个问题 大家会生长在一起 有时候会有个共业 国都有国运 有国家的共业 有家族的共业 可是当你悟透无生理 你很懂得运用这个无生 无生就是佛性 三界至消亡 他对你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少 各位请记住 为什么你的人生跌跌撞撞 起起伏伏 很多的不确定 很多的不满意 很多的不如意 你没有真的运用你的佛性 你都在用有违法 我们天界之周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太多有违法 你对人就很和平 有事多祷告 就行了 对人很和平 广结善缘 不要那么多有违法 然后有违法用在什么地方 多祷告 你对大家很和平 就没有障碍了 这叫做善缘好运 不是吗 然后你就多祷告 所以三界至消亡 三界这个轮回 六道轮回之苦 对你的影响力会越来越低 他不可能一下子马上消亡 可是随着你的修为的进步 你会渐渐发现 纵然你无法决定 社会的事 国家的事 因为这是众人的事 你无法决定 至少佛性会帮助你 把不利降到最低 所以说他讲 世间最上是 唯有修道墙 他不反对你学习任何的专业 可是你不能忽略了修道 因为修道会帮助你 动用佛性 就是物无生理 三界至消亡 你现在为什么被 整个三界影响这么深 那你就是 没有好好做定刻 好 我们再往下 运空妙得现 无念是清凉 此籍弥陀土何处密西方 也就是说你五蕴皆空 你的德性就会显化了 也就是说 色受想行事 我们不要跟环境 有那么多的受受作用 色看到色相 就有一种感受 就开始想东想西 然后后面 最后就形成了 你的一些观念和行动 这就是烦恼的来源 色看到了世界上头的各种现象 你就开始受 你开始心中 跟它起交互作用 开始想 开始悬念 想想想 最后就有一种想法就出来 就行 就去行动了 就去行动了 最后就 行动以后就形成一个色 色就可能变成你的惯性 和你的业障 注意到 所以他讲运空妙得现 就是你不要那么容易 跟世界的各种色相 起交互作用 你定力要高一点 世界上头的色相一出现 你马上就跟它受 开始想 开始行 开始形成事 形成事 就是你的 变成你的潜意识 你的观念 甚至于变成你的罪业 变成罪业 所以你不要那么容易被环境 就起受受作用的话 你的妙得就会显现了 不用去学习什么德性 怎么学德性 你只要运空妙得自动现 很多德道大师都很可爱 他不是去学可爱 也不是去学德性 他就是运空而已 怎么运空的事情很简单 你一念的功夫够 运自动空 你一念的功夫很够 就不容易跟环境 这么容易起受受作用 各位你不是不能够 跟环境起受受作用 而是你不能这么容易 就被环境起受受作用 你被环境牵引 放也放不下 所以无念是清凉 此即弥陀土 我们都知道要到 这个阿弥陀佛的净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 要一直念阿弥陀佛圣号 可是他这边提到 无念是清凉 他不是说一念是清凉 各位看清楚 这一头还有玄机在里头 那么他为什么不写 一念是清凉 此即弥陀土 何处密西方 到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去 当然就是一念 这一念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过 一念的目的最后就是无念 从一念你会衔接到无念 你一才能够到零 你没有一的火候 你归不了零 你无法归零 零就是我们的佛性 无念是清凉 这已经讲到你 一念的功夫已经到 如何存清才不到无念 你就会很清凉的 根本没有烦恼 你就一个念头而已 没有别的杂念 那怎么会烦恼呢 没有烦恼 你就一个念头而已 像我们就是一个祷告池 十几个字二十几个字 终生到底 而且这边就是弥陀 净土何处密西方 你看他悟得多透 很多净土中的一些修行的朋友 就一直只巴望着 那个西方净土 其实这边就是了 真正的净土 西方净土 是此极弥陀土 当下即是 真的净土中的朋友要了解 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 是此极弥陀土 你现在就一念了火候 念到无念 一念念到无念 当然这边就是弥陀土了 何处密西方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一念了火候到这个程度 佛光普照 这个世界三界的负面影响力 对你根本就 几乎归零了 那你就不是就活在西方净土了 再看上一页 三界自消亡 这个是一个过程 大家不要以为你念佛 或是祷告个几个月 一两年就认为 为什么还是有 三界对我的负面影响力还在 这个当然是慢慢进步的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 很专注地祷告 很专注地念佛 这些三界对我们的负面影响力 你会一直有 很神奇的见证产生 你会有体会 所以说渐渐地 再看下一页 你一念念到无念以后 这边就是极乐世界 佛光普照 三界的危害 对你已经几乎不存在 纵然你无法决定国家大事 可是你会找到快乐的方法 安全的方法 好 时间因素 我们今天谈到这儿 我们今天谈到这儿 我们今天只要会有杀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